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女士身体有孕 怀孕了 那么叉叉指着这个怀孕的 可以讲她对那个怀孕的妇女 她说你所怀的是三世的大仇人 这个女婴已经知道是你的了 一定是知道是你的了 是三世大仇人 一定要堕胎 她叫她去堕胎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很相信她 她就真的去堕胎了 因为是三世的大仇人出生了怎么办呢 1999年她怀了生命 是女婴她叫她去堕胎 她就去堕胎了 到了2012年 她讲这位女生 有水子灵在旁边 有水子灵在旁边 她说这个水子灵 如果当时出生 叉叉讲的 如果出生的话 会给你们家里 带来的富贵 洪富齐天 非常的这个洪富 有财有富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女生 这是你的听 是2012年 这个水子灵已经差不多13岁了 13岁了 她已经忘掉了 已经忘掉以前是怎么讲的 她跟她讲 这个女生如果 水子灵如果生出来啊 你家大富大贵啊 洪富齐天啊 这女的就跟她讲了 要我打胎的也是你 要我生出来的也是你 你不记得吗 1999年 你叫我打胎的 现在你说这个水子灵 可以给我家带来大富大贵 以前跟我讲的是三世大仇人 现在是大富大贵洪富齐天 她嘴就闭起来 嗯 不敢讲 你看嘛 这个叉叉这样子的害死了一个婴儿 你害死多少婴儿 你自己讲 八个月大的你也敢拿 佛林同修会的每一个同盟都知道 他叫人家哪下这个婴儿 八个月大 他叫人家哪下 那些哪下的婴儿有多少 那些哪下的婴儿有多少 这唐侍儿一出生就是 就是脑胀的 一出生就是软骨的 他们问我 来问我 应该不应该打胎 我说我不敢讲 你去问医生 医生跟你讲 你去跟医生 你不要来问我 医生 医生不敢给人家讲一个 要打胎这两个字 绝对不敢讲 他什么话都讲 打胎打多少个 你自己清楚 你自己想一想 1999年跟人家讲 三世大仇人 2012年跟人家讲 这个生出来鸿鸿几天 前后矛盾 你自己忘了 这个绝对不可以 杀生 你已经犯了杀生的戒 绝对不可以 这个绝对不可以 那是 一段时间 这就是 你那是 你那是 感谢观看